贺龙传 第二十章 蒙难 当风暴袭来的时候 1965年12月6日 贺龙突然接到通知 立即到上海去开会 以往通知开会 都同时告知会议内容 可是这次没有 前不久 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通知 贺龙以为会议可能与此有关 临走前 秘书问他要带什么材料 他说带上作战地图 到了上海以后 才知道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贺龙与罗瑞卿 一个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一个是军委秘书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两人不仅工作联系密切 相知也很深 贺龙绝不相信 罗瑞卿这个铁骨争争 对党忠心耿耿的汉子 竟然会反党 贺龙联想起了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 11月初 军委直属机关按照林彪的安排 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 31日 会议将要结束时 会议主持人跑来对贺龙说 贺总 现在正在批判肖向荣 肖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问 根据是什么 主持人说 一次 一位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 罗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 就说 不爱看战争片 怕见流血 还是国防部长呢 罗说这话 就是暗指林总 说 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 贺龙又问 还有别的根据吗 主持人说 没有了 贺龙说 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 就不要胡乱猜疑了 罗氏扛大旗的 是拥护毛主席 拥护林总的 说他反林总 这是不可能的事 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 但是 过了两天 12月2日 那位会议主持人又来了 一坐下来就哭 贺龙不知他为什么要哭 不耐烦地说 哭什么 有什么事就说吗 主持人说 贺总 还是上次那件事 马上要出简报了 简报里 还是要写上 萧的后台 是罗瑞卿 贺龙生气了 大声说 我上次不是说了 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吗 主持人说 那不解决问题 我现在听你一句话 你能不能担保 罗瑞卿没有问题 贺龙说 我可以担保 罗瑞卿不是反革命 他绝不会反党 主持人又问 你这话能不能传达 贺龙斩钉截铁地说 我既然说了 当然就可以传达 此事刚过六天 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这个批判罗瑞卿的会议 贺龙敏锐地感觉到 这次会议非同寻常 有可能牵连到自己 在上海 贺龙被安排在新国路一号的一座平房里 距刘少奇的住处不远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 刘少奇 王光美夫妇来访 恰好李景全也在做 谈到这次会议时 刘少奇问贺龙 事情真有些突然 贺老总 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 这件事 你事先知道吗 贺龙说 我也是刚知道 刘少奇又问李景全 你呢 事先知道吗 李景全说 我也不知道 刘少奇沉默了一会说 这么说 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咯 第二天的会议 主要是叶群 还有林彪安排的几个人发言 开会回来 贺龙对薛明说 今天 叶群一个人在会上 就讲了好几个终点 中间还不断地插话 他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 有的离奇得很 你看叶群说的那些 罗瑞卿真的会做得出来 不 不会的 我看叶群的话靠不住 会议开始后的第四天 叶群突然来访 他说 林彪很关心贺总 要他来代为问好 过了两天 薛明回访叶群 叶群说 1965年8月1日 人民日报上刊登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 一文 是林总决定用贺总名义发表的 因为林总考虑到 贺总在群众中的威望高 特别是近几年来 在国防建设上有功 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 是因为怕贺总骂我 我摸不透贺总的脾气 过去你说过我那么多坏话 只要以后不再说了 我也就既往不救了 薛明说 过去的事 你我都清楚 叶群 原名叶一静 又叫叶景 1937年在南京时 曾在国民党电台里 当过广播员 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 与国民党教官关系暖昧 还参加过国民党三清团举办的 一个党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 并向国民党 CCC办的必报投稿 1942年延安整风时 薛明出于对朋友的关心 曾劝叶群 把这些事情 向组织讲清楚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 革命战士应有的态度 但当时已与林彪结了婚的叶群 却为此撒起泼来 薛明无奈 只好把他拉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去说理 从此 林彪和叶群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叶群在这里说的过去 你说过我那么多坏话 就是指的这件事 过了两天 叶群又对薛明说 我提醒你一个问题 你们的邻居林月勤 罗荣怀元帅夫人 的弟弟 是军统特务 你们还来往那么密切 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 要说你们通军统 你们说不清 薛明解释说 这是总政制部的一位负责人 让送给他看的 都是一般文件 但叶群根本不予理会 薛明将他与叶群之间的谈话 告诉了贺龙 贺龙说 不能小看叶群来访 叶群说 他对以前的事情不记恨 难道他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他真的不记恨 还会这样念念不忘吗 停了一会 又说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 他们是有更大目的的 上海会议从12月8日 一直开到15日 在七天的时间里 除莫须有之词和造谣污蔑 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然而 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 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 罗瑞卿却被免去了 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次会议以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会议结束后 贺龙与董碧五等一起到广州休息 第二年3月 贺龙按照预定计划到成都 并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大西南钢铁基地 潘之花 这是毛泽东不久前交给他的任务 视察中 他翻高山 设峡谷 深入工地各个角落 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规划 讨论解决各种问题 他还不顾危险到正在施工的隧道深处 了解工程进度 向职工和战士问候 使全体人员受到很大鼓舞 随后 又不顾疲劳 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官村坝铁路隧道工程 待他视察完毕回到北京 已经是1966年4月9日了 不久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开始了 5月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批判了彭真 罗瑞卿 陆定一 杨尚昆等人的所谓反党罪行 制定了指导这场动乱的纲领性文件 516通知 而后 在8月1日至12日 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不止明帝 批评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同时 毛泽东又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 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 动乱局面 虽有北京扩展到全国 贺龙具有坚强的党性 是近人皆知的 他对党中央 毛泽东坚信不疑 不论在战争年代 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 只要一听说是党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的指示 他总是坚决贯彻执行的 但是他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怎么也不能理解 革命一生的干部 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 战功赫赫的将军 成了叛徒 特务 这种历史的大颠倒 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就工作组时 有人将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 贴到了王府警大街上 贺龙听说后 着急的说 这样做很不妥当 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吗 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 对外影响多不好 当时 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 贺龙要薛明 立即到人民大会堂 去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说 解决清华问题应该 和北大有所不同 要照顾到团结 薛明来到人民大会堂 向周恩来说明来意 周恩来问 这都是谁的意见 薛明说 是贺龙 李景全 还有王任重 他们在一起研究的意见 周恩来问 他们是这样说的吗 薛明说 是 回来以后 薛明把这一切告诉了贺龙 贺龙说 好 见到了就好 当时 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 什么人登上天安门成了政治情欲表 人们一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是否登上天安门和站在什么位置上看出他政治地位的变化 8月18日 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 刘少奇 邓小平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上了天安门 尽管他们已在党内受到了批判 贺龙对这样的安排是满意的 回来后 听到有人说 今天场面很大 效果也很好 就使刘少奇有点灰溜溜的 他立即严肃地批评说 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吗 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灰溜溜的 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集会后 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 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 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少奇 邓小平的名会议越开越不实事求是 上纲越来越高 贺龙对此很不以为然 一次 毛泽东问贺龙 你发言了没有 贺龙说 还没有发言 毛泽东又问 怎么不讲一讲 贺龙把身体挺了一挺说 报告主席 我上不了缸哦 不久 生活会不开了 贺龙高兴地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来看望的有人 有人问 怎么不开了 贺龙说 再开下去不得了 还要上纲 在此期间 贺龙和肖华谈起文化大革命和怎样看待老干部问题 他说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照现在这种搞法 好像是要在党内重新清理阶级队伍 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几十年 有的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杀头 他们是什么阶级 难道党还不清楚吗 九月中旬 一个被当作叛徒 走资派批判的领导干部 把他的检查稿 拿给贺龙看 检查稿的最后提到要炮打司令部 贺龙看后说 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 难道你承认 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 贺龙自始至终都不认为 党内存在一个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 不认为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更不相信那么多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有一天 康生碰到贺龙 问他 你知道杨直林这个人吗 贺龙说 我知道 康生说 他到伪军里工作 是叛徒 贺龙反驳说 他不是叛徒 是组织上派他去的 1986年劫后余生的杨直林在谈起此事时说 事实上 当时贺老总已经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 还这样仗义直言 保护我们 这种为他人和党的事业 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 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他的特别可尊和可贵 1966年10月 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 会后开展了扫除阻力 搬掉绊脚石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 军队院校也乱起来了 一大批外地军事院校的师生来到北京 他们与地方的造反派联合起来 冲击军事要地 抢劫国家机密档案 一时间弄得各军事机关无法工作 11月13日 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 请几位元帅出面做工作 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的有贺龙 陈毅 徐向前 叶剑英 在陈毅讲话之后 贺龙讲了话 他特地讲了军队院校师生在大串联中要做好样子的问题 贺龙说 应当发扬解放军既是战斗队 又是工作队的作风 在串联途中 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 为人民群众做好事 印着军装 发扬三八作风 模范遵守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不铺张浪费 不搞特殊化 不泄露军事机密 不携带机密文件 不携带武器 不个人单独行动 他特别要求军队院校师生不介入 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不参加地方炮打司令部 上街游行和吵架之类的活动 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 在群众大会上讲话 也是唯一的一次 在公开场合谈 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 到这次讲话 贺龙一直不相信 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 他维护刘少奇 邓小平的微信 反对造反有理 很显然 贺龙与其他几位老帅 关于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 是与林彪 江青一伙相对立的 也是对他们乱中夺权阴谋的揭露和批判 因此 自然遭到了他们的记恨和反对 告我的英壮 我不怕 林彪要打倒贺龙 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1942年春 贺龙到达延安 担任闪干宁静随联防军司令员 有一次 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 提到在遵义会议时 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 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 甚至骂娘 1938年落川会议时 林彪不顾全大局 对毛泽东 关于留兵保卫闪干宁边区的建议 默不表态 抗战期间 林彪曾说 与蒋介石谈判时 要说些好话等等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 后来被林彪知道了 再加上1937年参加洛阳会议之后 在返回山西的路上 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 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 回部队 我们可以吹吹风 这个纸条 后来被贺龙警卫员洗衣服时炮坏了 这些事情 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 生怕会被贺龙接出来 全国解放以后 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 强调党队军队的绝对领导 每到一地都强调 驻军应向地方党委汇报工作 要求地方党委认真抓军队 部队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和古田会议决议 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 要练为战 不为看 要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和生产 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他坚持党的三大作风 深入实际 深入群众 调查研究 在干部问题上搞五湖四海 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 军队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特别是他同叶剑英 罗瑞卿一起 通过推广郭新福教学法 把全军的军事训练 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满 害怕毛泽东不断威贺龙以重任 威胁自己的地位 成为他们阴谋夺权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一次会议上 林彪公开表露了这一点 他说 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 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 怕那时 贺龙会放炮起哄 会闹乱子 1959年 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以后 就在海军空军等单位 培植亲信 打击 陷害那些不随波逐流的干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在这两个单位的林彪亲信成绩夺权 在海军的李作鹏等 搞阴谋活动 制造假材料 要把海军的主要领导干部 打成所谓罗瑞亲分子 在空军的无法线 也要把反对他的干部 打成反党小集团 1966年7月初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 邓小平听取汇报后 只是要解决海 空军的问题 7月7日 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 传达了刘少奇 邓小平的指示 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 贺龙虽然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但他仍然直率地在会上说 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 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要搞阳谋 不要搞阴谋吗 7月11日 军委常委讨论解决空军问题时 贺龙在发言中批评了无法线 指出 他在空军的工作只报喜 不报忧 政治思想工作薄弱 有许多都是假的 李作鹏 无法线被批评 当然威胁到了林彪 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 林彪在军委常委会后提出 海 空军现在班子不动 贺龙却说 个别的也可做些调整嘛 林彪对此极为不满 8月28日 林彪把无法线找去 对他说 贺龙有野心 到处插手 总参 海军 空军 政治学院都插了手 空军是一块肥肉 谁都想吃 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 他让无法线回去 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 写个材料给他 9月2日 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 你要注意贺龙 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 他 拉了一大批人来烦我 军委很快要开会 解决他的问题 你就这个问题 尽快写个材料 在此之前 总参谋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出 暂时不让某领导干部参加外事活动 他们的要求 遭到总参党委的反对 但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于是他们敲锣打鼓 到总参党委报喜 总参作战部部分干部 写大字报表示支持 作战部长王尚荣 也被迫在大字报上签了名 林彪立即抓住这件事 先是将他诬陷为夺权性质的行动 然后 因为王尚荣曾在贺龙领导下工作过 就诬陷说 这是受贺龙指使的 是贺龙到处插手 夺权的证据 并告诉他的亲信 你们要就此事 尽快写个材料给我 在总后勤部 装甲兵 后勤学院 政治学院等单位 林彪他们也做了同样的布置 林彪深知 要扳倒贺龙 还必须在最忌讳的问题上做文章 叶群指使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志国 在一份诬陷贺龙的材料中写道 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致进口小手枪 夜间睡觉 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 外出戴上 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 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后来 又有人告密说 贺龙有支小手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放在驻中南海的董碧武女儿那里 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 用来暗杀毛主席 这样荒唐的诬陷 很快得到了澄清 有一天 董碧武为此事严肃的询问了他的女儿 他女儿惊讶地说 这是从哪里说起 这支枪不是贺老总放到我这里的 而是很早以前有一天我和几个男孩子一起到贺老总家时 贺老总给我玩的 那还是一九五七年的事 为了说明事实真相 他赶紧从箱子里把放了近十年的那支小手枪找出来 交给了有关部门 燕枪的人发现 枪栓锈的拉不动 用了很大的劲去拉 才拉动了一点 此人笑了笑说 这支枪根本不能用 然而 林彪仍然将这些诬告信连通李作鹏 无法先这些人写的诬告贺龙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 九月五日上午 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 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无法先的诬告信交给了贺龙 贺龙看后问道 我要不要找无法先他们谈呢 毛泽东说 有什么好谈呢 又说 你不要怕 我当你的保皇派 我对你是了解的 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 忠于党 忠于人民 对敌斗争恨 能联系群众 接着 两人谈起了关于孙中山闹革命 以及护国 护法斗争中的一些往事 谈话时间很长 贺龙哪里知道 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 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 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九月九日晚上 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 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 事情了结了 你可以登门拜访 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大半生都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贺龙 最看不得在背后搞阴谋活动 他气愤的说 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吗 背后嘀嘀咕咕 算什么本事 又说 哼 告我的阴状 我不怕 但是 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 九月十日上午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 贺龙说明来意后 林彪说 贺老总 我对你没有意见 贺龙说 不 林总 总会有一点吧 林彪停了停 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 要说有吧 也只那么一点点 就是 你的问题可大可小 主要的是 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 支持谁 反对谁 贺龙笑了笑说 林总 我革命这么多年 支持谁 反对谁 你还不清楚 谁反对党中央 毛主席 我就反对谁 谁拥护党中央 毛主席 我就支持谁 话不投机 俩人都无话可说 贺龙坦然起声告别 在贺龙和林彪谈话时 叶群与几名警卫埋伏在幕后 企图捉住贺龙暗杀林副主席的把柄 结果什么也没得到 这次谈话 使林彪感到精心策划的诬告 并没有达到控制贺龙的目的 于是 一个更加阴险毒辣的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 接着开始了 12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 毛泽东向贺龙打招呼 请他到前面就走 贺龙坐到了毛泽东身边 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西山的日子里 1966年底 在林彪 江青等人的挑唆 鼓动下 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 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 对各种事情表态 贺龙日夜不得安宁 无法休息 12月26日 周恩来对贺龙说 你身体不好 在家中 造反派天天找你 你都不到很好休息 组织决定你 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 家中的事情 由我来管 到新六所没有多久 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 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 薛明二次向周恩来告急 没有及时得到回答 贺龙对薛明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他们是瞎胡闹 走 我们回去和他们讲理去 入京中南海 贺龙 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 他要向周恩来报告 准备搬回家去住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 秘书为他们在西华厅搭了床 对他们说 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 暂不要回家 周恩来很忙 每天都是天快亮时才能回家 没有时间与贺龙谈话 但贺龙住在他的家里 他承担着巨大压力 1967年1月19日下午四时 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 周恩来说 本来这次谈话 还有江青同志 但他临时说 有事不来了 周恩来告诉贺龙 林彪说 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 说你在总参 海军 空军 装甲兵 通信兵 到处伸手 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百年之后 他不放心 还有 关于洪湖速反扩大话问题 你 夏夕 官向印 都有责任 你要好好想一想 贺龙几次按捺不住 站起来想说话 但没有等他说话 周恩来紧接着说 你不要再说了 毛主席不是保你吗 我也是保你的 给你找个地方 先去休息一下 等秋天 我去接你回来 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 要活到老 学到老 改造到老 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 伤心地说 我没想到 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月20日凌晨4时 贺龙和薛明 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 与外界隔绝的地方 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 三面是山 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 除了贺龙 薛明 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 什么人也看不到 大半辈子 都是在激烈的战斗 和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贺龙 骤然离开群众 离开工作 到这么一个荒僻的山沟里 真是难以忍受 贺龙对薛明说 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 别人不了解我 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 看来周恩来的处境 也很困难了 停了片刻 贺龙又说 洪湖的是可以考虑 其他事情 都是林彪对我的陷害 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 碰到过各种主义 选择来选择去 最后认定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从此以后 我就把自己的一生 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 两把菜刀闹革命 北伐 南昌起义 香厄西 闪甘宁 进西北 谁不知道我贺龙 毛主席不是还赞扬过我吗 我要回去 找他们算账 说着 起身穿鞋 但看到门外有警卫走来走去时 又坐了下来 从此 他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雄狮 整日坐卧不明 食量减少了 睡眠也差了 他经常思考着周恩来与他的谈话 对薛明说 说我背后散步 林彪历史上有问题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还说我到处伸手夺权 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这也是林彪一伙编造的 能有人相信吗 这话听起来厉害 实际上完全是胡扯 关于香厄西肃反 说我要负多大责任 我想不通 当时 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 审讯 杀人我都不知道 过去 周一群曾跟我说过 要警惕党内有老鸡婆 鸡汇主义分子 我懂什么是老鸡婆 参加党才那么几年 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 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 最终没有保住像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 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是有责任的 但不能各打三十大板 那样是不公平的 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 想通过学习来寻求文化大革命以来 那些使他疑惑问题的答案 贺龙上山以前就已掀起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 这时刮得更厉害了 全国从上到下 差不多所有的党政组织几乎都被砸烂或处于瘫痪状态 大规模的武斗此起彼伏 打 砸 抢 抄 抓之风蔓延全国 生产停顿 看到这些 贺龙忧心如焚 他对薛明说 这是要不得的呀 连最起码的生产都不搞了 将来人民吃什么 穿什么呢 他沉痛地回忆起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间 亡民路线的代理人在洪湖地区错误地大搞肃反了情形 他说 那个时候 有多少好同志呀 都是忠心耿耿的 能打仗 有本事的 都被污蔑为改祖派而被杀掉了 一滩滩地写 真是写的教训哦 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 是要不得的 我真担心 有人在搞这一套 贺龙反复学习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他说 看 讲得多好 要是都按照这本书上讲的去做 那就好了 一次 他看着看着 猛力把书本一和说 不对头啊 现在矛盾都搞乱了 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 红铜县里没有好人哦 他说 你看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 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 但现在的情况 是怎么也统一不起来 盲目的破坏 与有计划的建设 能统一起来吗 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的 一律往死里打倒与关心爱护干部 能够统一起来吗 除非他们是另一种动机 追求的是另一种效果 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在此期间 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 只要报纸上报道 什么大的政治活动 他都要戴上老花镜 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 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嘴角上就挂上了笑容 发现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 他就叹口气说 怕是又叫他们给关起来了 不禁感叹地说起 这个人在战争年月的往事 最后又总要加上一句 又是和我连到一起了 要是我能出去 替他说 上句把话就好了 这年夏天 天热少雨 一连四十五天 每天只给贺龙 薛明一小壶饮用水 水不够用 他们只好在下雨天 把水盆 脸盆 甚至水杯 都拿到门前去接雨水 一次 雨下的大歇 贺龙 薛明 抬着盛满雨水的盆子往回走 在上台阶的时候 脚下一滑 贺龙摔倒了 扭伤了腰 剧烈的疼痛 使他靠在椅子上 十八天不能活动 连大便也解不下来 十分痛苦 一声不来 薛明集中生智 用那条背 用氧气带上的橡皮管 给贺龙灌肠 什么办法 都用了 总算使贺龙的便秘有了缓解 薛明还不时紧搓双手 使手心发热 为贺龙热敷 贺龙幽默地说 薛明的两只手是个小小发电厂 贺龙的头发 胡子长了 薛明用作衣服的剪刀 为他理发 修胡子 每次剪理完了 贺龙都幽默地摸摸头发和胡子说 很好 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 他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说 他们越是迫害我 我贺龙越应该是贺龙的样子 到西山以后 在贺龙和薛明之间 有一个萦绕心头 却谁也不愿触及的话题 那就是孩子 贺龙很爱孩子 在离开中满海西华厅来西山以前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 正在围捕贺龙等人的子女 贺龙很为此事担心 在西山与警卫副官杨青城卧别时 他嘱咐说你要替我保护好孩子 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抓去 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 他们的儿子 女儿 以及那些由他们抚养的孩子们 生活得怎么样了 还活着吗 如今在哪里 薛明向有关部门提出 作为父母 很想念孩子 能不能让我们见见他们 但是没有得到下文 三月下旬 杨德忠代表周恩来到西山看望贺龙 问他有什么事要办 贺龙说 他想请总理代委寻找孩子 周恩来立即派人查找贺龙子女的下文 不久 贺龙 薛明就收到了躲在廖城之家里的小女儿 贺黎明的来信 信中说 我很好 很想念爸爸妈妈 又告诉他们 哥哥 贺鹏飞 姐姐 贺小明 隐姓埋名在一只海船上熬动 表现很好 八级大风也不运船 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 这封短短的信给贺龙带来了很大欢乐 一连几天 他都非常高兴 不时的念叨 闷女哦 我们的闷女来信哦 从此以后 在贺龙的生活里又多了一件事情 给孩子写信 这个一生从未给孩子写过信的人 在一封封深情的信里 勉励子女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都要跟着党 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其实 这些信子女们 是连一封也受不到的 从天气转凉的那一天起 贺龙就盼望周恩来 派人来接他 但是 日子一天天过去 树叶黄了 哭了 只剩下光秃秃的枝鸭了 也不见有人来 贺龙感到了形势的严峻 他对薛明说 总理没有派人来 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 党内斗争这么复杂 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 这场文化大革命 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 难道他不知道 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 从我谈话时的心情 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 他也不得已啊 我们当时住在他家里 林彪 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这个时候 报纸上发表了一篇 关于体育的大批判文章 污蔑体委系统 长期脱离党的领导 脱离无产阶级政治 钻进了不少坏人 成了独立王国 贺龙看后气愤的说 这是不公平的 很不公平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 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 这样 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 教练员 运动员癌症啊 说完 他忧愁的急不在室内走来走去 对党和国家命运的穷思苦虑 隔断与社会联系后的估计 使贺龙的健康状况 越来越患 疲乏 心慌 头昏 脉搏极不规律 睡眠不好 这对贺龙本来就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的身体 屡屡发出危险信号 宣明只好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信 请求治疗 1968年3月26日 贺龙病倒了 患的是脑缺血施育症 被送到医院后 接诊医生遵照林彪 将进的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 污蔑贺龙得的是诈病 并且在病例上写上要知道 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 凡是敌人反对的 我们就要拥护 凡是敌人拥护的 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 在医嘱上写了请精致军医主宰几个字 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 遭到了种种刁难 病未治愈 就让出院了 回到西山以后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 这是他抄路的毛泽东 在延安点王冠兰的信 既来之 则安之 他让薛明将这张纸贴在床头上 作为向疾病 及当前恶劣环境做斗争的座右鸣 贺龙告诉薛明 在医院里 一个战士告诉他 又有好几个老干部 成了反革命 贺龙说 这些干部是反革命 他们也成了反革命 我不信 看来问题复杂了 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哦 接着 谈起了以前 与他多年在一起的一些老同志 和几位老帅 纷纷地说 他们南征北战 是有功的呀 这些开国元勋 若被打倒了 还靠谁呢 贺龙住院期间 薛明给周恩来写了封信 报告贺龙在西山的情况 并提出要要和改善生活条件 贺龙说 目前情况有了变化 看来周总理无能为力了 如果信落到别人手里 还以为我们向他们求情 我们会向他们求情 不就是莫要吃身体不好吗 这也吓不倒我 这时 既上海 黑龙江等省 是之后 又有内蒙古 天津 江西 四川等二十二个省 是 自治区被夺了权 报纸发表一篇篇 支持夺权的社论 看到这些 贺龙的心情更加沉重 他说 他们夺谁的权 这些老干部 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 是有功的吗 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吗 都叫他们给夺走了 四川省的夺权 点了几位老干部的名 贺龙看了之后 非常气愤地说 说他们搞独立王国 这是有所指的 要搞我 就公开地搞嘛 为什么要找替死鬼 老子不怕 又说 看见了没有 揪出来的 都是好同志呀 清理来清理去 把好人 都给清理出党了 贺龙十分感慨地对薛明说 我几十年拼死战斗 一辈子戎马生涯 在生死关头 在最困难的时刻 都跟着党 从没有二心 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被识的时候参加党的 所以 无论多么 被识我都不怕 可是 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党怎么办 国家怎么办 薛明看到贺龙吃不好 睡不安 怕这样下去 会影响他的健康 一天 他对贺龙说 咱们两个今天开个夫妻娱乐会吧 我给你唱个歌 说着 就为贺龙唱起了战争年代的革命歌曲 一开始 贺龙还认真地听着 好像回到了那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 但是 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身背刺刀的哨兵在窗外走来走去的现实所打破 贺龙挥挥手对薛明说 算了吧 你不要再表演了 心里是什么滋味 你也清楚 说着 两人都沉默了 早在1966年12月30日 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 贺龙有问题 你们要造他的反 几天以后 1967年1月9日 林彪在一次会上诬陷贺龙到处搞夺权 是个刀客 说 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 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 他们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 操纵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 发通令 游行示威 冲击贺龙驻地 制造舆论 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钱文一写过的1933年贺龙枪决反动政客熊共青的事 本来早有定论 这时又被翻了出来 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燕熏府的儿子 武汉市第二次中学教员燕章言于2月14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 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起祥 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 林彪见到这封信 如获至宝 立即批准江青等人 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 调查人之历史事实于不顾 此事厄湘西中央分局曾给中共中央有过报告 报告就在中央档案馆 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按照林彪江青受益 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 于7月12日上报中共中央 1967年9月7日 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 贺龙在湘厄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 企图投敌 问题严重 要立案审查 汤生 江青 陈伯达 谢复制等人积极支持 9月13日 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1月8日 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 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 要有倾向性 防止诱倾 不要被同化 专案组一方面继续搜集复制敌尾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 当作贺龙的罪证 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 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揭发交代贺龙的所谓罪行 而后将这些逼供出来的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剪辑 拼凑 拍照 或只公众钞 制造伪证 1968年 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 贺龙 夏希 官向英 联名写的 《关于枪毙雄共青一事》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向恶西中央分局来信 却故意隐秘不报 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共中央 1968年6月13日 专案组将手伸进了贺龙的西山驻地 从此 贺龙 薛明的处境 就更加困难了 专案组借口 有人要揪斗贺龙 把居室的窗帘拉上 不许再拉开 床上的被褥 枕头 也被收走了 有一段时间 贺龙夫妇整天处于暗淡的灯光下 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 把手臂当枕头 火石本来不好 这时就更差了 两层的圆形饭盒里 一层是盛不满的饭 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 萝卜 或是老的像干这皮似的豆角 贺龙经常感到饥饿 薛明只好到被允许他们走动的山边去搞些野菜 给贺龙充饥 有一次 薛明看到一些形似豆角的野菜 满心欢喜地摘了一大把 用衣服都回来 贺龙拿来一看 是一种不能吃的野菜 他向薛明笑笑说 不能吃 你白白费了劲 薛明拿起野菜自嘲地说 爱 空欢喜了一场 贺龙的医疗 从1968年下半年起 由警卫医师某营营部的沈医生负责 他对贺龙很关心 经常来看望 还不时帮助买些必须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 1969年1月 这位医生突然不见了 患了一个经过六次证诊 精心选中的所谓医生 这个医生其实是个护士 而且是个神经科的护士 根本不懂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 他按照林彪 江青一伙的兽医现已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 强行收缴了贺龙从家中带去的全部自备药品 接着 又在医疗上进行控制 减少药品和调换重要药品 使得每天必须的普通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 1969年1月15日 专案组竟然毫无人道的对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 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 也不要像 像 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贺龙和薛明原来住在山上 一天夜里 他们都睡了 突然来人要他们搬到下面去住 这样 贺龙和薛明不论是上厕所或在走廊里散步 都要经过那个医生所住的地方 贺龙明白 这是为了便于监视他们夫妇的行动 他对薛明说 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 薛明说 我找找 贺龙说 你不用找了 有窃听器才好呢 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 阴谋家 毛主席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再也不能总是让他们愚弄了 只要毛主席一句话 就能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 不要总是处在被盗的地位 也让我们说说话 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一天 那个医生送来的药 胶囊破裂 药末已经露出来了 胶囊上面还有手印 薛明说 这药不能吃 弄成这样子 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于是 退了回去 贺龙说 要小心 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 那个医生 让一个战士来送药 药里忽然多了一片其他药片 被薛明发现了 那个医生后来解释 说是送错了 贺龙说 把药都送错了 你还算个医生吗 那个医生说 要不是上级决定 我还不愿意来呢 贺龙说 什么上级 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 医生是救死扶伤的 是有人道主义的 你这个医生是干什么的 说完 怒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 说 滚 你给我滚 医生走了之后 贺龙对薛明说 他们竟派来这么个蠢人 和他超超也痛快 他是来监视我们的 你骂他 他只有听着 向上打小报告 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 又说 想当初不该来到这里 你说 全国那么多地方 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呢 连人也见不到一个 日益加紧的折磨 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 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 贺龙对薛明说 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 托死 杀人不见血 我不死 我要活下去 和他们斗到底 他还说 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 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一天 贺龙向薛明谈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 从南昌起义 谈到毛泽东与朱德的警党商会师 从抗日战争 谈到解放战争 从抗美援朝 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他说 这个军队太可爱了 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 将来打起仗来 我们这些老家伙 还能出把力 他又说 这样的军队 有人想利用他搞阴谋 那是办不到的 是要倒霉的 一天夜里 贺龙听到了雨声 便对薛明说 叫少兵到走廊里来吧 别领着了 少兵到走廊里避雨之后 贺龙连声地说 好 好 过来了就好 这个时候 贺龙还做了与薛明分开的准备 他对薛明说 要有思想准备哦 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 薛明说 我不能跟你分开 你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 贺龙说 要做最坏的准备哦 又说 你放心 我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几天以后 薛明被叫出去配眼镜 回来时看到 屋里的地已经扫了 烟灰缸也清理了 竹竿上 还晾了一件洗好的衬衣 他明白 这是贺龙在告诉他 让他放心 一旦遇到情况 他们分开了 他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1968年下半年 为了阻止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 专案足想搞面对面的斗争 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 怕斗不过 改为背靠背 提问题 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 第一批问题提出来了 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 你要如实交代你的罪行 1929年 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起降呢 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青去你出叙旧 你是怎样向他表示起降蒋介石的 你们是怎样谈判的 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只往桌子上一摔 怒不可遏地吼道 真是活见鬼 哪里有这种事 人都给我枪毙了吗 栽赃 完全是栽赃 白日撞见鬼了 我相信毛主席 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 二十七 二十九 三十三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 他们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 完全是给我栽赃 一连几天 他怒火中烧 吸烟很多 说话很少 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 有时他突然坐下来 打开笔记本 用毛笔在上面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 那冤字 他写得特别用力 最后的挑 写得又细又长 好像要把天戳个窟窿似的 冷静下来以后 赫龙以一种投入战斗的心情 针对林彪一伙的污蔑 就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相恶稀疏反 枪毙雄共青 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 做了详细的回顾 让薛明记下来 作为对强加给他的罪名的反击 赫龙的回顾 不虚眼 不夸大 实事求是的说明了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以为 这些材料 或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能够看到 赫龙哪里知道 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 江青一伙 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 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宣布 他对赫龙不保了 然而 赫龙写的这些材料 仍使康生和专案组十分惧怕 先则封锁 继而篡改 这可以从现存的专案组档案中 清楚地看出来 1968年8月6日 康生在赫龙写的材料上批示 赫龙写的材料 没有交代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到底如何要他交代 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 8月12日 康生批评专案组 不该将赫龙写的材料 原样呈送 他说 不摘要 不提问题 不说你们的看法 即送出传阅 这办法很不适当 望注意 8月27日 专案组没有将赫龙写的另一份材料 原样上送 而是只做了摘要 并在报告中说 赫龙写的材料 极力吹嘘标榜自己 不交代 带实质性的问题 并有污蔑 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 态度 态度极不老实 由于我们的水平低 也缺乏历史知识 摘录的内容可能有错误 吸手掌阅后 给予批评指示 康生看后 先是批 赫龙极不老实 后在另一处批示说 赫龙写材料 吹嘘自己 掩盖错误 不交代问题 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 寻找漏洞 现在不必传阅 以免干扰 赫龙的不屈服态度 使林彪 将近他们十分恼怒 于是更进一步加紧了对赫龙的迫害 1969年4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毛泽东讲过对赫龙不保了 因此 赫龙没有能够出席这次大会 大会通过的党章 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 和接班人写入了总纲 选举时 林彪 江青的不少亲信 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 进入了政治局 这使赫龙进一步看清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他用手指着林彪 江青一伙的名字说 他们反老干部有功 把老干部都搞光 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 他们这样做 就是要搞今天的大换班 用心狠毒 王洪文以前谁知道他是谁 别看他们现在盛气凌人 日子长不了 在谈到另一个人当了中央委员时 赫龙说 中央委员轮不上他 他没有本事 又说 不过 他可能是因为有所贡献 一天 赫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 愤怒地说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为什么不准我革命 你这个家伙 心虚得很 怕别人攥着你的把柄 党内出了奸臣 这个奸臣就是你 又转身对薛明说 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 你看报纸上那一套 都是他们搞的 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 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 他们好大换班 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 也不是个好东西 过去你在延安整风时 揭发了他那么多严重问题 他能饶得了你 薛明说 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 牵连了你 赫龙说 你不要这样想 不是由于你的问题 他们要打倒我 是因为我妨碍他们篡挡夺权 他们才打倒我 反而是我牵累了你 在谈到康生时 赫龙说 这个人老奸俱华 做尽了坏事 这个时期 赫龙非常想把他的意见 想法和遭遇 告诉党和群众 他说 党是了解我的 群众是了解我的 我愿意见群众 我要跟他们去讲毛主席对我的三条评价 毛主席还说 要做我的保皇派呢 他要薛明给他弄了个不夸包 装上一点粮票 钱和常用药 挂在墙上 随时准备出去实使用 一天 赫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相片说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 指林彪的问题 而是这个人 毛泽东的问题了 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赫龙没有问题 事情就完结了 我相信 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生命的最后时刻 赫龙9患糖尿病 医学专家诊断过 认为病情是轻的 只要用一般的药物和注意饮食 就能够保持病情平稳 再加上他那强健的体质 坚强的革命毅力 豪方乐观的性格 他的生命之火 是能够燃烧的很久的 但是 由于政治上的陷害 精神上的折磨 生活上虐待 医疗上限制 拖延 他的病情很快恶化了 1969年5月上旬 赫龙连续摔倒了7次 看守日志上 对此有明确记载 这样连续的摔倒 对于一个糖尿病人来说 无疑是病情恶化的征兆 可是 医生按照林彪一伙 尽量用现有药维持 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的指示 视而不见 薛明多次要求检查血糖和尿糖 始终没有得到同意 可是 让赫龙血交代材料的活动 却有加无减 5月24日23时 赫龙又摔倒了 醒过来后 听见窗外的哨兵在唱 洪湖水浪打浪 在这样的时候 听到这样的歌 赫龙 薛明很是感动 薛明问哨兵 同志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啊 哨兵回答的声音很小 湖北 杨 杨前面的字没有听清 赫龙说 缅杨 一定是缅杨 洪湖过去叫新低 归缅杨县管 接着他谈起了洪湖 谈起了他家乡的人民 说 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 是最公正的裁判 谁为人民做了好事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 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6月8日 早上听完广播以后 赫龙连续呕吐了三次 呼吸急促 全身无力 薛明意识到 这可能是出现了过去那位保健医生讲过的糖尿病酸中毒的严重情况 非常着急 立刻去找医生 但这个医生外出了 中午十二时回来后 薛明向他讲述了病情 下午三时 医生为赫龙打了一针止吐针 但并未止住呕吐 这时 有人送来了一碗黄瓜汤 薛明把碗端到赫龙面前说 你能吃一点吗 赫龙看了看汤说 你看那汤 薛明拿起筷子一条 里面全是老黄瓜皮 结果 这生前的最后一餐 也没有吃成 下午五时 赫龙血压减低 上腹部剧烈疼痛 这时 驻地工作人员和医生 才决定向上级报告 四个小时后 派来的医生才到 从赫龙当天早上发病到派来的医生到达 中间整整经过了13个小时 派来的两个医生不做血糖 尿糖检查 反而将赫龙的尿样 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 企图给赫龙戴上畏罪自杀的帽子 他们又给赫龙输了 对于糖尿病人 不宜随便使用的高盛葡萄糖 九日零十五分 他们在确诊赫龙为糖尿病酸中毒之后 仍然使用了这种葡萄糖 而不用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 于是 赫龙的病情急剧恶化 他们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 零点四十分以后 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这时候的赫龙 神志仍很清醒 当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 便对薛明说 他们都跑了 要小心 他们要害死我 并坚定地说 我不能死 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九日早晨五十半 专案组人员和三零一医院的医生 护士才来到西山 他们先是做检查 后 又向医院请示 直到七十许 医院才答复说 可以送来 当宣布要送去住院时 赫龙明确表示 不愿意去 他说 我没有昏迷 我不能去住院 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但他们坚持要送去住院 并声称这是组织决定 非去不可 这时 赫龙扬起脸看着薛明问 我去住院 你呢 薛明说 我当然跟你一起去 但当他用征询的目光 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 护士时 看见的却是一张张木然的脸 谁也不表态 薛明只好说 如果他们不允许 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 赫龙躺上了担架 薛明握住了赫龙 那只变得瘦骨凌凌的大手 赫龙微微睁开眼 深情地看了看薛明 也紧紧地握住了薛明的手 这是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的最后一次握手 赫龙入院之前 林彪的亲信邱会座就只是医院 如果专案组找医院 叫我们派医生 不要派主任 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 因此 尽管医护人员做了很大的努力 但由于按秋会做指令办事的医院负责人 没有做抢救的准备 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等候抢救 赫龙上午八十五十五分住院 十十二十五分才开始治疗 十十五十五分 赫龙的血压下降到七零四零 十一时半 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 但是 那个医院负责人 却不允许请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 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 并且不顾病情危急 把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的十三十三十分进行 会诊时又不让专家接触病人 不让他们知道这个病人是赫龙 只允许被靠背的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 结合化验和X光片讨论 在这样的会诊之后的一个半小时 这个曾使敌人文风丧胆的开国元勋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就含恨离开了人间 时间是十五时零四分 从入院到逝世 仅六个小时零九分钟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贺龙逝世后 北京卫戍区一个参谋到西山通知薛明 让他到医院核实材料 他们也先后通知了贺龙的子女贺杰生 贺鹏飞 贺小明到三菱一医院 到医院后 薛明和子女们才知道贺龙已经去世了 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 带领他们到第十四病室 在贺龙遗体旁默哀悼念 贺龙的遗体 什么时候火化 没有告诉家属 火化后 骨灰放在什么地方 也不让家属知道 骨灰和尚的名字 不是贺龙 而是王玉 专案组为贺龙取的化名 一九七八年 薛明将他写的反映贺龙被害情况的报告 向党和人民的汇报 送给邓颖超看了 一次在李景全家 邓颖超对薛明说 如果恩来看到这个材料 会哭死的 贺总去世时 恩来很难过 是他通知黄永胜 让你们去三菱一医院 与遗体告别的 当时在旁的李景全 叶飞 谭振林各家都在照相 邓颖超拉着薛明和贺鹏飞说 来 我们也一起照个相 贺龙逝世后的第二天 六月十日上午 黄永胜 吴法县 邱会座 召集专案组人员开会 授一说 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 某年某月治过病 让人们 知道我们 做过许多工作 专门有医生照顾到 人家一说 我们尽到了责任 这样 专案组在六月十一日写的报告中 对收缴药品拖延抢救时间和进行反治疗等一概不提 只说 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 故意隐瞒事实真相 欺骗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 贺龙逝世两年以后 1971年5月17日 专案组才写出了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 他们运用编造 拼凑的假材料 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和篡军反党分子 提出了开除党籍 军籍 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 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见 由于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以后 形势的变化 他们的这一结论没有做成 但是 对贺龙妻子和子女的迫害并未停止 贺龙逝世后的一天下午 叶群给无法宪打电话说 还有薛明 他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 要把他送得远远的 一不能让他死 二不能让他逃 三不能让他胡说八道 于是 薛明被押送到了贵州的一个大山沟里 无论是走路 吃饭 劳动 还是上厕所 睡觉 都有几个人看管 还让他每天来回不行二十多里 到茶田里干重活 林彪摔死以后 又以准备打仗练习行军为由 要薛明半夜里打起背包 在狭小阴暗的房间里 转来转去 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之所以要这样折磨薛明 是因为贺龙在西山被害情况 只有薛明知道 是为了杀人灭口 当周恩来派齐英武 徐星坦两人从贵阳飞机场附近的磊庄 找到薛明 并把他接回北京时 他已经被折磨得满头白发 身体虚弱的 连飞机都不能乘坐了 薛明回到北京以后 江青的亲信持群对他说 你回来了 好吗 贺龙的问题不谈了 我不感兴趣 说说你自己吧 主要是说说你和叶群的关系 你们是什么关系 薛明又处在了江青的监视之下 这时 周恩来派刘希瑶代表他来向薛明 及其子女问好 让他们一家 在二里沟的新疆办事处团聚 然而 江青并不放过薛明 他让池群派了两个女护士 其中一个叫张汝尼的对薛明说 我们名义上是照顾你 实际上是来监视你的 是让我们和池群配合 要你交代和叶群的关系 但是 我相信你是好人 历史是不会停顿的 历史还在发展 1973年2月底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 对张春桥说 我看贺龙没有问题 策反的人 贺把他杀了 我有缺点 听一面之词 但是 张春桥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 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 12月21日 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 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话 再次指示要为贺龙平反 他说 我看贺龙搞错了 我要负责呢 当时我对他讲 你呢 不同 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 要保护你 总理也保护他呢 要翻案呢 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 都是林彪搞的 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年9月4日 毛泽东再一次谈话中催问说 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 不要核对材料了 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 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了 1974 25号文件 挤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 通知在概述了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 黄永胜 无法献 叶群 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之后 对所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 一 所谓通敌问题 完全是颠倒历史 蓄意陷害 事实是 1933年12月 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 游说贺龙同志 企图收编 贺龙同志发觉后 报告了湘厄西中央分局 经分局决定 将熊贡卿处决 并于1934年3月17日 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 二 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 篡夺军权的问题 经过调查 并无此事 三 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 纯系讹传 通知宣布 中央决定 对贺龙同志 予以平反 恢复名誉 但是 由于四人帮还在台上 这个平反是不彻底的 通知中 仍留有中央当时认为 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 也是必要的和贺龙市 并故这种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提法 1975年6月9日 即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举行了贺龙同志古会安放仪式 周恩来总理抱病出席 周恩来一下车 急悲痛地边走边喊 薛明 薛明呢 薛明赶紧出营 周恩来握着薛明的手说 我没有保护好他 说完 彼此泪如雨下 休息室外的人都能很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哭声 贺小明说 周伯伯 你要保重 周恩来竟然说 我的日子 恐怕也不多了 哀悦升起 周恩来 起身到贺龙一向前 深深地一连鞠了七个宫 并急息发表了讲话 他说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在毛主席 党中央的领导下 而十年来 为党 为人民的革命事业 曾做出重大的贡献 在他的一生中 无论在战争年代 或在全国解放以后 他是忠于党 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 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他的逝世 是我党 我军的重大损失 但是 这次由中共中央批准的骨灰安放一室 不久 即被江青污蔑为右倾翻案封的典型 是用死人压活人 并且又开始收集 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材料 妄图把已经平反的问题再翻过来 但是 历史起荣在颠倒 粉碎四人帮之后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 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深远异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会议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 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 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公过是非问题 此前不久 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军委 关于查证谋害贺龙同志的批示 组成了联合调查组 对贺龙的死因做了查证 联合调查组经过一年多的工作 于1980年3月24日做了结案报告 报告在列举了大量确凿证据之后指出 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 残酷迫害致死的 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直接操纵和控制专案组 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 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 使贺龙同志的糖尿病发展 恶化成酸中毒和引起一系列病发症后 含约而死 在这次查证中 中央军委和中央保健委员会 还组织首都各大医院的著名医学专家 从医学上对贺龙的死因进行了分析 在有他们签名的 对贺龙同志医疗经过的意见的结论部分写道 医贺龙同志的糖尿病本来是轻的、稳定的 这种病在正常情况下 愈后良好 1967至1968年的情况进一步证明 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 只要有一般的药物和饮食条件 病情仍能保持平稳 二、贺龙同志的病情恶化 是从1969年初开始的 这种恶化 具有明显的诱因 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药物治疗 和必要的饮食治疗 精神折磨也有重要关系 没有这个量变的基础 不致引起最后酮症酸中毒的发生 三酮症酸中毒 虽然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 但在通常情况下 只要有恰当和及时的医疗措施 愈后仍属良好 但是在贺龙同志的 酮症酸中毒治疗过程中 在某些方面 存在着与一般治疗原则相反的 有重大错误的治疗措施 以致不但起不了治疗作用 反而促使病情一步步趋于严重 直至造成死亡 这两个报告很快得到批准 从此 贺龙被迫害致死的论断方 得到了确认 又过了两年 1982年10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 说贺龙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卓越的军事家 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 他在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尽艰险 百折不挠 英勇善战 在党中央 毛主席的领导下 坚持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为人民军队的创建 发展 壮大 为人民战争的胜利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和新中国的诞生 建立了丰功伟绩 建国后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他对我军革命化 现代化建设 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创建和发展 以及国防工业建设等 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革命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 他忠于党 忠于人民 忠于社会主义事业 善于把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运用于实际 他光明磊落 刚直不阿 顾全大局 豁达大度 平易近人 对革命坚信不移 对困难从无畏惧 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 他的英雄形象 和崇高品德 受到了全党 全军 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崇敬 决定 对贺龙在林彪 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面前表现出来的 共产党员 坚真不屈的气节 和高尚品德赞赏说 贺龙同志被关押期间 林彪 江青一伙 对他在生活上百般虐待 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折磨 在医疗上横加限制 拖延 但贺龙同志 始终坚真不屈 对林彪 江青一伙 进行了坚决斗争 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 表现了共产党员坚真不屈的气节 和高尚品德 1969年6月8日 在贺龙同志病情恶化后 林彪 江青一伙 不但不采取应有的抢救措施 反而使用了促使其病情恶化的卑劣手段 致使贺龙同志于1969年6月9日 含冤逝世 决定 还指出 贺龙同志被林彪 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 是十年内乱期间发生的一起 令人极为痛心的大冤案 毛主席 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 曾多次指示 要为贺龙同志平反 恢复名誉 1974年9月29日 中央发出了 《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但通知 对贺龙同志的平反 是不彻底的 有些提法是错误的 因此 中央决定 撤销原中发 1974 25号文件 和中发 68 71 号文件 为贺龙同志 彻底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 对林彪 江青 和康生一伙 强加给贺龙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全部予以推倒 同时 未受贺龙同志冤案所诛连的所有同志 彻底平反 消除影响 经过不平反的曲折的道路 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 青山常在 绿水常流 贺龙的名字 和他光辉的业绩 作为历史的封碑 永远铭刻在人们心里 贺龙生平大事年表 1 1896年 3月22日 清光绪22年秉申2月初九 出生于湖南桑枝县洪家关 取名贺文长 父亲贺世道 以裁缝为生 母亲王金姑 务农 全家景伯田三母 1901年 入私塾读书 学名贺平轩 1910年 桑枝水灾为患 未养家口 结伴在湘鄂川前边境赶罗马做生意 备受边境年局税卡的盘剥 1914年 4年 由执教于桑枝高等小学的流日学生陈图南介绍 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投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卖国求荣的斗争 奉命去石门 园林两县从事兵运工作 释谢 连夜返回常德 途中 被土匪绑架 并同土匪一起 被园林警备队关进监狱 后由赫世道买通官府 取保释放 1916年 1月 与陈图南 大姐夫古济亭一起 领导湘西暴动 夺取石门县泥沙团防队等处80余条枪 发动群众 两次攻打石门卫城 暴动失败 3月16日 带领湘陵二 鱼人 捣毁八毛西 岩局睡卡 脚枪十二支 成立了一支农民武装 下旬 任 丧职讨员军总指挥 4月 任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 6月 帅部一驻常德 被湖南都军谭炎凯缴 因有室外出得以脱险 返回丧职 9月 到长沙 与中华革命党取得联系 改名贺龙 继续参加斗争 1917年 9月 奉命回湘西 发动武装斗争 愿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 12月 部队被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荣川吞并 克被扣押七天后释放 决定返回家乡重建武装 在石门 慈力交界的两水井 和吴玉林用两把菜刀 绞枪两支 组织十八位伙伴 与湖南援厄的护法军一起 入厄与北洋军阀部队作战 1918年 春 被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 委认为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 1919年 下 被李州镇首使王子兵任命为团长 1920年 7月 王子兵被其父使清衡谋杀 妻子王玉莹在此里起兵 陷于王子兵已靠拢孙中山 乃支持王玉莹讨伐清衡 9月 林修梅来湘西 任湘西进国军总司令 被林伟认为第三提团团长 10月 担任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 1922年 春夏之交 随孙中山派往四川的元川军师长石青阳入川 任川东边防军警卫旅旅长 击败吴佩孚支持的前军元祖名部攻占福林 秋 一柱蓬水 四年 广东陈九明叛变 孙中山避难上海 派参谋附护敬见孙中山 表示竭尽全力 支持革命事业 孙中山富含未免 称其边角九术 艰苦于衡 而壮之不渝于忠诚自始 此真可为干成之计 1923年 6月 任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屡屡长进 与汤子摩周西城协同 切断长江交通 阻止北洋军增援 9月 在福林 清帅部队寇补 为吴佩孚运送军火 晋川的日本日清公司 克伦夷阳丸 击毙开枪拒捕的日方船主 俘虏吴佩孚的军械处长 缴获子弹82万余发 咚 陶贼军内部分化 阵线瓦解 重庆失陷 讨贼之战失败 由此 开始对孙中山依靠就是武装进行革命产生怀疑 认为孙中山是个伟人 可是 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 早晚是靠不住的 革命 要有本钱 不是经商 可以借钱做买卖 1924年 下 大 一处贵州同仁县 收到在广东黄埔军校学习的丧职级学生和秘书长阎人山的亲戚周一群寄来的许多书刊和关于国共合作情况的书信 读后极为兴奋的说 确实这样做 那在政治上 就确实找到了出路 欲辞职去广东 未获准许 后派参谋 去越境见孙中山 10月 孙中山任命雄克武 为颠川前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 兼建国川军总司令 去到湘西 北伐曹昆 吴佩孚 帅部为建国联军先前对返乡 东 与共产党人多次接触 商谈国事 其中有中共乡区省委委员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夏锡 兼有国共两党省委委员的陈昌等 1925年 2月 任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 4月15日 任李州镇首使 管辖七个县 实职里属各县九汉城灾 西兴旧灾震荒 整顿金融 清香制匪 开办学校 武萨塔案在上海爆发后 湖南各地形成声势浩大的爱国反帝运动 亲自向长沙 上海等地学生 工人 发出支持电报 捐助三千银元 予以支持 10月 省长赵恒替 不满其在李州所为 下令讨伐 兵委李州 被迫率师转移 并通辨全国 阐明是非 赞助贵州同仁 松陶一代 1926年 春 获悉 获悉 广州国民政府 准备出兵北伐 即逝师返乡 占领援林等地 准备与吴佩福 张作霖组织的讨贼联军夜开新部作战 7月16日 被广州国民政府委认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参加北伐战争 8月 被委认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 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一群率宣传队来到议师 建议宣传队全体队员留在一师工作 并向周一群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请求中共乡区省委派人来帮助开办政治讲习所 9月 率部攻占公安 激战黄金口 抖堤湖 打败北军卢金山部 任命周一群为第一师政治部队主任 开始建立政治机关 配备政治工作人员 支持部署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 攻占宜昌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第一师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 任师长 1927年 3月15日 在汉口 逮捕了蒋介石派来武汉 策动西南军队投奖的秘书长李仲公 4月 处理了阴谋投奖 策划闹响 制造事端的陈图南 4月至6月 率部入狱 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发动的第二次北伐 激战逍遥阵 夺取林颖 占领开封 6月15日 独立十五师 擴编为国民革命军 暂编第二师军 任军长 26日 奉命率部反抵武汉 7月初 在武汉 首次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 向周恩来表示 我认定共产党是最好的 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 7月10日 同一周一群转达的中共中央军委建议 将正遭受国民党右派迫害的恶成 大野等地的工人纠察队编入第二师军教导团 7月15日 汪精卫在武汉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命令部队在武汉三镇的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 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外挂上二师军的旗帜 派兵站岗 阻止反动派搜捕 并将因在各地遭受迫害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三百余人保护起来 7月17日 在二师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表示 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 我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 坚决走到底 7月23日 帅部到达九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就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征询意见 希望贺龙帅第二师军一起行动 当即表示 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 我只有一句话 赞成 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7月25日 与叶挺 叶剑英 在九江甘塘湖开会 决定不理会张发奎 要他们上庐山的命令 立即开赴南昌 7月27日 到达南昌 会见中共方面有关人士 李立三 谭平山 朱德 韵戴英 刘伯承 吴玉璋 徐特丽 高宇海 方维夏 郭亮 朱韵山等 再谈到南昌暴动 要设法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参加时 说 我们要拉张发奎就不必干 若要干 就不必拉张发奎 7月28日 周恩来到第二师军告知起义计划 并征询意见 表示 我完全听同共产党的命令 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说 中共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7月31日 列席前委在第二师军军部召开的会议 决定8月1日凌晨四式起义 下午 召开第二师军营以上军官会议动员起义 说 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 国民党已经死了 我们今天要重新竖起革命的旗帜 反对反动政府 打倒蒋介石 打倒汪精卫 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 我们今天起义了 愿跟我走的 我们一起革命 不愿跟我走的 可以离开不断 我们今后 要听共产党的领导 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8月1日 与周恩来 叶挺 朱德 刘伯成等在南昌指挥起义 8月底或9月初 其军南下途中 在瑞京 由周一群 谭平山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出席入党仪式并讲话 出席仪式的还有李立三 韵戴英 谭平山等 10月7日 南昌起义失败 和刘伯成 叶挺 林伯渠 吴玉璋等 从陆丰抵香港 11月初 从香港到达上海 并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告知 中共中央安排他去苏联学习 后被敌人发掘 遭到通缉 未能成行 11月中旬 在等待中共中央安排工作时 通过周一群 向周恩来请求 愿去湘鄂边 重新组织武装 1928年 1月8日 中共中央常委会 同意赫隆回湘西组织武装的要求 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 由郭亮任书记 赫隆 周一群 徐特利 柳克明为委员 发展湘西工农武装 开展游击战争 造成割剧局面 中旬 与周一群等离开上海赴武汉 1月中旬 在厄西组织第49路工农革命军 2月20日 离开厄西去湘西组织武装 28日 到达桑植县洪家关 4月初 前往湖北赫峰筹款 国民党军进犯桑植 革命武装 因失去统一指挥 战斗失利 大不溃散 周一群转往厄西 回桑植重新组织起三千人的武装 开展打土豪 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 7月 中共湖南省委指示 撤销湘西北特委 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 任书记 并正式编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任军长 鉴于部队成分复杂 决定 渐进地将原有部队进行改造 加紧训练 吸收进步士兵入党 扩大土地革命 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 推动广大农民起来斗争 9月初 遭敌多次袭击 第四军伤亡巨大 全军仅余二百来人 被迫转移至湖北赫丰县 艳压一带大山中 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为坚持斗争 在困难中进行整顿 遣散老弱病残 和政治上不坚定分子 红四军仅剩91人 72条枪 但形成了党的坚强领导 1929年 1月 率红四军占领赫丰 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和中共赫丰县委 及农民协会 农民自卫武装 建立了湘厄西 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5月 占领桑植县城 消灭地方反动武装 将桑植 赫丰两帝连成一片 湘厄边根据地初步行程 7月中旬 指挥红四军 在南刹和赤锡河渡口 全坚进犯桑植的湖南警备 第一军军长陈屈珍所属向子云部 赫龙升平大事年表 2 1930年 7月4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率红四军 在厄西公安 与红六军会师 成立红二军团 红四军 改称红二军 任军团总指挥 兼红二军军长 7月下旬 根据红二军团前委决定 指挥红二军团 拔除红湖根据地内的白色据点 基本塑清了湘河 汗水 以南前江境内的反动武装 并北渡湘河 攻占天文县重镇月口 将厄西地区的江陵 建立 前江 緬阳等根据地连成一片 9月5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强令红二军团攻取沙士 率部发起进攻 为果 伤亡千余人 9月中旬 新任湘厄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邓忠夏 主持前委扩大会决定 南渡长江 进攻岳阳 截断武 汉 长 沙 铁路配合红一 三军团 攻打长沙 与周一群一起 不同意志心情缔造的苏区于不顾 驱使全军攻打遥远的长沙 但未被接受 被迫根据会议决定率部渡过长江 攻克南县 华融 公安 京士 围困里周 12月下旬 南征失败 被迫率部退到湖北赫丰 武丰一带 1931年 3月底4月初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任军长 根据中共相鄂西特委来信精神 建议回红湖参加反围剿 邓忠夏不同意 主张另创根据地策因红湖斗争 根据前委会议决定 帅部站巴东 渡长江 连克兴山 紫龟 远安 金门 4月中旬 因敌军优势兵力来攻 帅军往厄西北地区 6月 帅军攻占防线 开辟厄西北根据地 9月 德西红湖的红九市沿湘河北上 迎接红三军主力 率军离开厄西北 夏巡 在刘侯吉与红九市会师 10月 返回红湖 此时 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夏希 来向厄西 组成临时省委和中央分局任分局书记 夏希以临时省委名义 将红三军编为五个大团 取消师部 并规定军部受省军委指挥 为此 与夏希展开了争论 后经中共中央指示 恢复了红三军各式师部 但在总的方面 中共中央支持了夏希推行的左倾路线 1932年 1月 指挥红九市杜湘河 柯道市 龙王吉 陈家和 歼灭敌第48市特务团 和工兵营全部 第4师十二旅大部和众多矿井 名团 扶十二旅旅长张莲华 3月初 率部在文家敦地区 全监青角湘北的敌第144旅 扶旅长韩昌郡以下2000余人 粉碎了敌人的青角计划 6月至12月 蒋介石成立玉厄晚三省剿匪总司令部 自监总司令 发动第四次围剿 其左路军十万余人向洪湖根据地进攻 洪三军由于执行左倾的不停顿的进攻和大规模的开展速反运动 误杀了大批忠贞的干部 根据地和红军陷入外有强敌压境 内有自我摧残的危险局面之中 反围剿 失败 红三军被迫退出洪湖苏区 根据中共中央分局决定 率红三军绕道与西南 闪南 川厄边境向湘厄边转移 1933年 1月 占领赫丰完成转移任务 向分局提出 恢复湘厄边苏区 以赫丰为后方 向湘西发展 为疲惫之师取得一个恢复和整顿的地区 暂停速反 以后有反革命再说 分局会议上 对恢复苏区达成一致意见 暂停速反的建议未被采纳 从三月份开始继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速反 段德昌等一大批干部被巫杀 1月下旬 夏夕在分局扩大会上提出解散党 团组织 创造新红军继续进行肃反 对此 再次提出反对意见 在会上说解散党 我不同意 我在救军队时 就想参加党 到南昌暴动时才加入 我只晓得 红军是党领导的 7月 蒋介石任命徐渊泉 为湘厄边剿匪总司令 指挥14个多团的兵力 发动进攻 中央分局决定 奋兵开辟新区 与官向英帅红九师 活动于利川 咸丰 宣恩交界地区 12月 蒋介石派政客熊贡卿前来游说 企图收编 熊仙派梁素佛前来送信 要求会面 赶到其中有阴谋 向中共中央湘厄西分局报告 分局决定 为了搞清奖队中央苏区 及红四方面军的阴谋 允许熊贡卿前来 1934年 1月23日 在龙山县慈岩堂 将熊贡卿公审后枪决 5月 为摆脱困境 率红三军进入贵州东部 在沿河 德江 印江 松桃 及毗邻的四川友阳 秀山边界地区 建立前东根据地 7月 中共中央交通员 送来5月6日 写给湘厄西中央分局的指示 及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议 8月 与夏夕 官向印 召开中央分局会议 通过了 接受中央指示 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 对夏夕所犯错误 进行了初步批评 停止了连续两年多的诉反 10月23 24日 在印江县的穆皇 和松桃县的石梁 与尤仁毕时 萧克 王震率领的 红六军团会合 不久 恢复红二军团番号 任军团长 10月28日 为配合红一方面军长征 和仁毕时等帅二 六军团离开前东 向湘西的龙山 桑植 永顺地区发动攻势 创造根据地 11月16日 陈曲甄调动十个团的兵力分 四路进攻红军 和仁毕时 官向印指挥红二军团右敌深入 在龙家寨地区 歼灭其两个多旅 乘胜占领丧职 11月26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在大庸成立中共相恶川前边区临时省委 省军区和省革命委员会 任省委委员 军区司令 革命委员会主席 12月 为执行中阁军委 威胁湖南敌军策备的指示 和肖克 官向英帅 红二军团主力 红六军团五十一团 占领桃园县城 包围常德 迫使与中央红军作战的大量国民党军 调往常德 桃园一带 月底 主动停止进攻 率部西反大雍 永顺休整 1935年 4月 由于1月底 蒋介石集中六个纵队八十多个团 向湘鄂川前根据地 发动围剿 根据地日益缩小 省委和军分会决定 跳出包围圈 转往长江以北 率部到达桑志县陈家河一带 吉西迪第58师172旅 予以全歼 接着 又在陶子溪 全歼第85师师部 和两个团 军分会 军分会改变原决定 打回去开创新局面 率部收复桑植 永顺地区 6月 率部向鄂西进攻 包围宣安县城 指挥主力在中保东北 兼敌第41师师部 及一个多旅 活桌师长张震翰 8月 轻率红二 六军团主力 在龙山板溯源地区 全歼第85师师部 和两个团 击毙师长谢兵 迫使蒋介石 命令箱 鄂军队转入防御 为了解决红军补给困难 准备对付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 建议抓住时机 以主力向敌人兵力薄弱 而又物产丰富的金 里地区出击 8月中旬 连克石门 李州 金氏等城 红军在兵援 物资上得到了补充 9月 蒋介石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 对湘鄂川前根据地 发动新的围剿 为打破敌人围剿计划 撤离金氏 李州 11月 由于敌人集中兵力 步步为营 根据地日益缩小 形势极为不利 根据军分会决定 率二 六军团 在桑指县刘家平适施出发 进行长征 贺龙升平大事年表 3 1936年 1月 指挥红二 六军团 进入乡中 乡南 调动敌人 而后转向贵州 到达石迁地区 2月 指挥红二 六军团占领前夕 大定 碧结 下旬 为避开敌军合围 率部进入乌蒙山区 3月22日 率红二 六军团 巧妙地从敌人一百多个团 中间穿插而出 在昭通 威宁间 越过滇军防线 直驱滇东 28日 禁至盘县 易滋孔地区 4月 为北渡金沙江 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指挥红二 六军团 阳公昆明 甩掉追兵 25日至28日 在石谷渡过金沙江 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 指挥红二 六军团 越过哈巴雪山 到达中边县 7月1日 率红二 六军团 到达甘孜 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会师后 张国焘拉拢红二 六军团 散发反对中共中央的文件 反对毛 周 张 博陶跑逐一路线 对此 明确表示 张国焘分裂党中央是错误的 这个材料不能散发 并立即通知红二 六军团各部队 接到小册子 统统收起来 张国焘企图召开联席会议 以多数压少数 与人必施以 谁来做报告 如有不同意见 谁做结论唯有予以拒绝 7月5日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 红二 六军团 和32军 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任总指挥 7月上旬 将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 率部由甘孜出发 向哈达铺前进 过草地时 为解决部队食物 组织大家挖野菜 亲自钓鱼 杀掉自己的枣红马 带领干部群众克服困难 征服草地 9月上旬 率红二方面军到达哈达铺 里县地区 9月11日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制定的作战计划 指挥红二方面军对闪干边界展开行动 到20日 公克城县 徽县 两当 康县 成立红色政权 与红一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 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10月21日 率红二方面军抢都魏河后 在惠宁县将台铺 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胜利完成了长征 11月19日 周恩来带人民巨社来红二方面军委问 两人在阔别八年后重逢 向周恩来表示 红二方面军拥护中共中央 11月 按中阁军委命令 边战斗边转移 下旬投入山城堡战役 12月中旬 西安事变发生后 根据中共中央命令 从洪德城出发 京桓县 沁阳开赴三元 云阳镇一带 准备配合东北军 西北军反击 可能来犯之敌 12月下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奉命率红二方面军 移住陕西复平地区 1937年 8月22日至25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明确表示 拥护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 和独立自主的原则 赞成红军迅速出师 并主动提出 将红二方面军一部分部队留在陕北 保卫党中央 会上 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会后 红二方面军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 任师长 8月29日 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 后称华北军分会 成立 任委员 并担任120师军政委员会书记 9月3日至28日 率120师 由附平庄里镇出发 东渡黄河 到达近西北馆层山地区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创建抗日根据地 10月 指挥120师 配合正面战场的新口战役 在日军策后打击敌人 先后袭击南北大长 永兴村 燕门关 王东宝 兼敌400余 切断日军的交通 补给线 11月中旬 太人失陷后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指挥全师 在北起大同口全 南到焚羊的同埔铁路以西地区 全面开展游击战争 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 扩大自己 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 1月13日 与朱德 彭德怀 林彪 刘伯承赴洛 参加蒋介石召集的 第二战区师长以上军官会议 2月中旬 指挥120师主力 在同埔铁北段 展开破席站 攻占平设 斗罗车站 切断新口至洋区的交通线 3月4日 至4月1日 指挥120师打击侵入近西北的日寇 先后收复可兰 武寨 神池 偏关 何曲 宝德 宁武七成 兼敌1500余人 6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组织120师部队 向东向北发展 宋十轮支队东进与平溪支队会合 挺进济东 359旅 进入桑干河两岸 开辟以魂园 广陵 灵秋 来源为中心的北越区根据地 组织120师大青山支队 挺进隋远 创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 10月29日至11月6日 出席在延安召开的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 会议期间 受命东进集中 执行巩固集中抗日根据地 帮助集中八路军第三纵队 扩大120师三项任务 12月22日 率120师主力由蓝县出发 东进集中 1939年 1月25日 率部到达河间惠博口村 与集中军区领导机关会合 2月2日 指挥曹家庄战斗 兼敌140余人 2月4日 指挥大曹村战斗 兼敌300余人 2月13日 19日 主持召开 120师与集中区党政军联席会议 在会上 针对集中情况 提出集中区反围攻的指导思想 提议由120师担负集中的主要作战任务 集中军区抽出部队进行整讯 会上 组成集中区军政委员会 任书记 3月1日 指挥黑马张庄战斗 兼敌130余人 3月中旬至4月初 将120师715团和716团分别与集中军区独立4支队 独立5支队 河边为120师读一缕 读二缕 4月23日至25日 指挥120师主力进行棋会战斗 尖敌700余人 在战斗中中毒 中共中央书记处专店慰问 8月中旬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率120师主力离开冀中 转移到静查济边区的济西地区待机 9月27日至30日 在刑塘刘家沟指挥120师主力进行陈装战斗 殲灭日军第31大队 贺龙升平大事年表 4 1940年 1月24日 沿西山制造反共的12月事变 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 与官向英帅120师主力 紧急回师进西北 2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成立进西北军政委员会 任书记 3月10日 在摇头村主持召开120师和新军参谋长会议 部署1940年整训 5月 参与纠正进西北在四大动员中的偏差 出席中共进西区扩大干部会 6月中旬 指挥夏季反扫荡 在米域镇兼敌500余 在20里铺兼敌700 5月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 成立闪干宁静随联防军 任司令员 6月 西北财经委员会成立 任副主任 参与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 8月 中共中央进随分局成立 任分局委员 进西北军区改称进随军区 兼司令员 11月 领导边区部队开展整军运动 在闪干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做 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 提出整军的中心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12月至1943年3月 参加闪干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 12月21日和27日 在会上传达毛泽东 经济问题 与财政问题 指出 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 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你要是对生产取消极 轻视 忽视态度 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 1943年 1月6日 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 6月 主持召开闪干宁 近随部队团以上参谋长会议 领导部队开展练兵运动 10月 主持召开闪干宁边区部队高级干部会议 总结经验 部署进一步开展冬季练兵运动 1944年 3月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在会上做财经工作总结报告 总结一年来 边区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 指出边区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以生产节约 开源节流 稳定金融 巩固边币为中心的五点建议 10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 开赴江南 建立新的根据地 1945年 5月至6月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7月下旬 胡宗南制造纯化事变 进攻陕干宁边区 关中分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组织部队对轻战野台山的国民党军队实施反击 全奸来犯之敌 8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赴山西统帅 近随部队 对日反攻 做出南北两县同时行动的决定 8月21日 到达焚阳前线指挥作战 夺取太焚公路两侧中小城市 月底 指挥部队攻克文水县城 9月中旬 率进隋野战军北上隋远 参加隋远战役 10月25日 指挥近隋野战军主力 在卓兹山歼灭副作义部 新编第26师 10月底至12月初 与聂荣真一起 指挥部队包围归隋 进攻包头 鉴于包头一时难以攻克 下令到隋东休整 14日 隋远战役结束 1946年 1月22日 参加军调部大同执行小 组在风阵召开的会议 严厉驳斥美奖代表的无理指责 迫使他们签订了六项协议 7月4日 确定远交进攻 幕府打炎的方针 指挥部队发起进北战役 至8月15日战役结束 歼8600余人 解放进北九座城镇 1947年 7月21日 在禁边县小河村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小和会议 研究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 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依靠进隋 今后更加如此 因此决定由陕甘宁进隋联防军司令赫龙统一领导两个解放区的工作 会后 再次出任联防军司令员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统一领导陕甘宁进隋两区工作 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1948年 3月 陪同从陕北到达新县的毛泽东参加进隋干部会议 接见进隋日报编辑人员 5月26日至6月1日 出席在洛川土济镇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 总结西府 隆东战役作战经验 9月8日 到达河北平山县西百坡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49年 3月5日至13日 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赴北平负责商谈和平解决隋远问题 5月24日 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对西北第一大城市进行接收和恢复生产 6月8日 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 第二书记 10月 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 讨论进军大西南和大西北问题 决定率18兵团等部有闪入川 配合刘邓大军解放西南 12月11日 率18兵团及第七军从闪干出发向四川进军 12月29日 率部解放成都 贺龙生平大事年表 5 1950年 1月10日 根据调查研究中得到的情况 就进军西藏问题 向毛泽东 彭德怀 并刘柏城 邓小平提出 康藏情况报告 对西藏教派 康藏气候 藏军情况及我军进军路线 宗教政策等提出意见 2月4日 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 西南军区司令员 2月中旬 部署和指挥川西剿匪作战 4月 赴重庆主持西南军区工作 与刘柏城 邓小平 共同决定成立剿匪生产委员会 集中兵力在四川腹地会角 5月 在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 以集中对集中 以分散对分散 以隐蔽对隐蔽的剿匪战术 7月4日 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4月 组建铁路工程指挥部 抽调3万部队 10万民工修筑成于铁路 1951年 下 在重庆主持驻陆会议 在会上说 修筑康藏公路难度之大 不仅是我国驻陆史 也是世界驻陆史上空前的 我们解放西藏 就要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 而建设没有公路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 这条康藏公路不但坚决要修 而且1954年一定要把汽车开到拉萨 1952年 11月15日 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953年 4月下旬 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在会上就开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方针和规划提出意见 8月21日 中共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成立 任党组书记 10月21日至12月14日 率中国人民复朝慰问团去朝鲜慰问 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考察 1954年 2月6日至10日出席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 9月15日至28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 2月17日出席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 在会上做关于压缩国家机关编制问题的报告 7月17日至8月8日 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去波兰访问 9月23日 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 9月15日至27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9月28日 在中共中央八届一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1月 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欧亚十一国访问 1958年 4月 召集地质部、卫生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及军队体育部门负责人座谈 讨论攀登珠穆朗玛峰问题 此后 即组成登山指挥部 亲任总指挥 9月5日 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任筹委会主任 在会上指出 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要有争取胜利破世界记录的雄心和气魄 我们要更快地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 要让人家来破我们的记录 不要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 要采取一切措施在普及的基础上大量训练运动员 1959年 3月25日至4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和中共中央第八届七众全会 4月16日 代表国务院宴请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班禅厄尔德尼 确计兼赞 4月28日 被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5月21日至6月24日到四川考察 并就四川的工农业建设向中共中央写了六个报告 7月至8月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的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9月26日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主席 贺龙升平大事年表 6 1960年1月5日任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1月22日至27日 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的扩大会议 在会上做关于国防工业几个问题的报告 提出在近短时间内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 必须大搞尖端 以两弹为主导弹第一 积极发展喷气技术和无线电电子技术 2月 调总参军训部副部长韩富东负责现场指挥攀登珠穆朗马峰 指出 珠穆朗马峰一定要登上去 我们不光是位登高 还要进行科学考察 带一些标本回来 英国搞了几十年没有从北坡登上去 我们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要有这个镜头 3月 与聂荣真一起视察西南地区 发现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存在不少质量问题 回北京后 急于李富春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改进措施 11月15日至24日 与罗瑞清视察东北地区国防工厂 发现军工产品的质量仍很严重 决定整顿 12月至1961年1月6日 主持召开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 总结建国11年来国防工业的经验教训 1961年 2月4日至3月30日 与罗荣环到南方视察部队 3月31日 看望出席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的全体运动员 鼓励运动员打出风格 打出水平 7月18日至8月16日 主持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研究国防工业建设调整方针 1962年 7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北戴河扩大会议 10月23日 与聂荣针召开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议 讨论中印边界作战问题 研究作战方案 11月上旬 主持军委常委会议 研究分析中印边界反击战形势 确定边防部队下一步行动方案 1963年 9月下旬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 由毛泽东提议 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1月到印度尼西亚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并做友好访问 1964年 春 在国家体委研究工作时说 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 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 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 再搞不起来 难得还搞50年 必须赶快下功夫啊 我快70岁了 我希望去见马克思之前 能看到三大球翻身 三大球上不去 我是死不瞑目 4月至5月 多次观看北京军区推广郭欣福教学法表演 指出 各部队都要认真推广郭欣福教学法 要把这些尖子经验普及全军 6月16日至17日 组织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请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 10月12日 主持中央军委常委会 研究院校工作 要求贯彻以我为主的办学方针 10月14日 就乒乓球运动员徐英生在国家乒乓球女队的讲话 写信给国家体委领导 只是将这篇讲话发给各运动队 让每个人都好好学习 将徐英生讲话记录稿送给毛泽东 1965年1月 毛泽东批示 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 处处反对违心主义 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 是小将们向我们一大批老将挑战了 11月5日至14日 随周恩来率 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 任代表团副团长 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的错误言论予以回击 1965年 5月30日 接见并宴请和试验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代表中共中央军委 对他们辛勤工作和卓越成就 表示祝贺和慰问 7月20日 到机场欢迎由海外归来的李宗仁 并陪同李宗仁分别出席了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的欢迎宴会 9月27日至10月13日 率中央代表团到乌鲁木齐 出席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 12月8日至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 会后 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66年 8月中旬 对文化大革命中那套无限上纲的做法表示不满 说 现在这种搞法 有点像党内搞清理阶级队伍 难道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多半辈子 他们是什么阶级还不清楚吗 9月5日 见到毛泽东 毛泽东将林彪指使无法献血的诬陷信交给他 并说 你不要紧张 我对你是了解的 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 忠于党忠于人民 对敌斗争狠 能联系群众 9月10日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 与林彪谈话 针对林彪所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 主要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 支持谁 反对谁 回答说 我革命这么多年 支持谁 反对谁 你还不清楚 1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军委 接见外地来金串联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 在会上讲话 要求军队院校师生发扬光荣传统 遵守纪律 不介入 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 不参加炮打司令部 上街游行等活动 1967年 1月20日 被送往西山某处 9月 被正式立案审查 1968年 4月5日 听到一批老干部被打成反革命 说 都成反革命啊 我不相信 看来问题复杂了 6月2日 看到报上关于四川省夺权的报道 点名批判了几个老干部 说 指责他们搞独立王国是有所指的 要搞我 就公开搞吗 为什么要找替死鬼 老子不明白 6月14日 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保护 改为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实行监护 9月18日 看到专案组要其交代问题的信 非常气愤 随即针对林彪一伙的污蔑 就参加八一 起义 相恶悉诉反 枪毙雄贡亲 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 做了详细的不虚言 不夸大 实事求是的回顾 让夫人薛明记下来 作为对强加给他的罪名的反击 1969年 4月上旬 由于专案组对医生 下达了尽量用现有药物 维持现有水平 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的指示 在医疗上采取了控制 减药 换药 乃至收走全部自备药品 加上生活条件恶劣 营养不良 所患糖尿病 高血压 日益严重 对夫人薛明说 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 杀人不见血 我不死 我要活下去 和他们斗到底 5月上旬 病情恶化 连续摔倒7次 一次 摔倒醒过来 听到窗外的哨兵 再唱 洪湖水浪打浪 说 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 是最公正的裁判 谁为人民做了好事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 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6月8日 早晨出现腹痛 恶心 呕吐等酸中毒症状 12个小时后 才派来两名医生 为做认真检查 急注射了高肾葡萄糖 使病情继续恶化 对夫人薛明说 要小心 他们要害死我 9日 七时许 被允许送往301医院 明确表示 我不能去住院 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8时55分住院 10时25分开始抢救 但医院负责人 事前未通知病房 为做抢救糖尿病酸中毒的准备 也未组织专家到场 抢救工作一片混乱 10时55分生命垂危 11时半 主治医生提出组织专家会诊 但到13时30分 才允许进行一次 不让接触病人的被靠被会诊 15时04分 韩赫尔市 1973年 2月29日 毛泽东说 我看贺龙没有问题 策反的人 赫把他杀了 只是要平反 12月2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 我看贺龙搞错了 我要负责呢 都是林彪搞的 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所以我犯了错误 再次指示 要恢复名誉 1974年 9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 1974 25号文件 为贺龙平反 恢复名誉 但并不彻底 1975年 6月9日 在北京八宝山公墓 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 周恩来抱病出席讲话 指出 贺龙几十年来为党 为人民的革命事业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他的一生中 无论在战争年代 或在全国解放以后 他是忠于党 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 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1982年 10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 1982 49号文件 关于为贺龙同志 彻底平反的决定 指出 贺龙的一生 是战斗的一生 革命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 是我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 卓越的军事家 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 指出 过去加在贺龙身上的 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完全是林彪 康生等 为诬陷贺龙同志 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 并对其在林彪 江青一伙诬陷迫害面前 表现出来的 共产党员坚真不屈的气节 和高尚品德 给予高度评价 宣布 撤销原中发 1974 25号文件 和中发 68 71号文件 为贺龙同志 彻底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 对林彪 江青一伙 强加给贺龙同志的 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全部予以推倒 同时 未受贺龙同志冤案 所诸联的所有同志 彻底平反 消除影响 后继 自中共中央书记处 中央军委赋予编写贺龙传的任务以来 已逾十年 今天 这部书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邓小平同志为本书提写了书名 贺龙是伟大的无产阶极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家 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 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 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 与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艰苦斗争 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他的一生 与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 发展 壮大 与新中国的建立和繁荣昌盛紧密相连 我们能为这样一位中外持名的开国元勋 共和国元帅立传 既觉得十分光荣又深感责任重大 这部贺龙传 写了十多年 除了因为传主的经历十分坎坷曲折 实践丰富 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而我们在各方面都与他的距离很大 要准确 全面 生动地反映他的一生 使其光彩照人的形象悦然指上 做到传如其人 实非一事 此外 还由于战争年代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 没有保存下来 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 传主 遭到林彪和四人帮 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 许多重要的史料 被查抄 销毁 散失 大大增加了传记写作的难度 加之由于各种原因 多次更换编写人员 因而影响了写作的连续性 延缓了工作的进程 没有材料 就无法写传 因此 我们首先从调查研究着手 点点滴滴的搜集资料 采访老同志 抢救活资料 沿着传主进行革命活动的足迹 到全国25个省 市和自治区 近110个县 11个大军区 进行了调查 中央档案馆 国务院档案处 军委档案馆 外交部 国家体委 军事科学院 国防科工委 海军 空军等 都给了大力支持 提供了许多档案材料 曾与传主一起斗争 或曾受过传主领导下的老红军 老八路 和各根据地的革命老人 以及民主人士 国民党起义将领等 供述百位 其中不少是党 正 军高级领导人 他们提供了许多生动材料 为传记写作奠定了基础 在写作过程中 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和实事求是精神 遵照总参 贺龙传 编写领导小组确定的史文结合 以史为主 文为史福物 既要有可信性 又要有可读性等原则 对传主的光辉业绩 用事实说话 不虚构浮夸 对传主的评价 力求准确公寓 不认为拔高 对与传主有关的重大历史问题 按历史本来面目禀彼之书 力争达到剑传如剑人之目的 但实际效果如何 尚待大家评判 总参党委和总参首长 对编写贺龙传 十分重视 在各方面给予支持 为编写工作创造了条件 还专门成立了以王上荣 持浩田副总常委政 副组长的总参贺龙传 编写领导小组 直接抓传记的编写工作 后来因王上荣有病 持浩田调军区工作 1983年6月 总参党委请庄甲兵司令员 黄兴廷出任第二组长 后勤学院院长杨秀山 总政副主任严金生 总常助理刘凯任副组长 主持领导小组工作 领导小组提出了编写贺龙传的原则 确定了实施方案 对写作步骤 方法和进度 提出了具体要求 对传记书稿 从出稿到送审稿 进行了认真审阅 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王振副主席生前对写贺龙传 非常关心 亲自过问 在接见编写人员时 一再指示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 还阅读了贺龙传书稿 1988年 贺龙传征求意见稿完成后 曾送给肖克 于秋里 廖汉生 王安茂等许多老同志 及党史 军事部门审读 广泛征求意见 1988年9月至1989年2月 先后在武汉 成都 兰州 西宁 乌鲁木齐 北京和上海召开了九次座谈会 分别由张秀龙 李文清 陈明毅 李淑茂 张国生 王安茂 张锡清 马森 黄兴廷 杨秀山 严金生 邢永宁和何一祥等主持 参加者警军队军以上 地方部 省及干部就有九十多位 还有十几位老同志寄来了书面意见 他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 补充与定政史实 提出改进意见 对修改 贺龙传 书稿 帮助很大 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党史研究室 各元率传编协组 军事卷各编辑部 都给了真诚的帮助 特别是当代中国 从书编辑部和当代中国 从书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 给予具体指导 对改好支部传记搞起了重要作用 总参政治部 管理局 作战部 庄稼兵部等部门 在政治 经济 人力和工作上 给了很好的保障和大力支持 在此 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贺龙传 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到贺龙传编写组工作过的 先后有二十余人 其中撰稿的有 朱泽云 刘燕生 黎白 金江 刘同树 孙淑阳 孙林平 谢武申 顾永忠 徐慧恩等 令特约王鼎华 刘正栋 撰写了撰主主管国家提委 和国防工业部分的书稿 初稿完成后 由黎白 金江 孙淑阳 顾永忠 徐慧恩 负责修改 改写为最后成书各章节书稿 全书由张静波 金江同稿 刘武和周奋 曾于1981年10月前 先后担任编写组组长 刘炳荣 王景前 王静岩 程一怀 韩俊亚 张岩 新书梅等 也在编写组工作了一段时间 他们分别参加了编写组的筹建 调查研究 资料搜集等工作 未写 贺龙传 做出了贡献 本书自写出出稿到定稿 曾反复进行修改 轻易起稿 同稿四次 但由于编写水平所限 不当之处仍难避免 欢迎读者批评指证